你说一家 你怎么嫁接他的产品 比如说搜索AI 我来做市场的总经理的话 我会先看你的分布图 没有地方我会亲自到那个市场 比如说湖北的恩师 没有 好 我会到恩师 我会观察这几家企 就是类似于跟你做同样教育的 好 我看他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 什么样一个运动模式 我想办法会把它成功的挖转 试一下嘛 比如说李浩阳就是湖北恩师 当地一家做其他教育的机构 你怎么把它挖过来做 这个搜索AI的代理商 你试一下嘛 你好 我是搜索AI的 我是搞市场的 你来干嘛呢 我觉得您的有点问题 为什么你在你的本地做的还成功 你在全国没有名气 你能不能回答到我们这 我本地做500学生 然后这个利润很好 我干嘛要全国名气呢 既然你没有名气 你一定要承认 为什么没有名气 首先你的培训没有 比如说到利润呢 可能每一小时500 到他那可能就是150 你加盟我的 你的收入增高了 你何乐不为呢 他有点野鹿子出身 可能在几十年前的时候 那个时候游戏规则不规范的时候 这种野鹿子反而会 做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成绩 但是这个时代在变化 我们的规则变得越来越清晰 所以说我认为 他过去能成功并不代表了 他能适应现在的社会 也依然能把他的成功延续下去 我感觉你就是个销售 其实老雷做的工作 是裂头的工作 他根本他做的 就不是市场部经理的工作 也不是总监的工作 我来给你精准地讲呀 市场不是一对一 那叫销售 对吧 市场是对所有的用户 无论是在互联网上 精准地找到他们去营销 还是你通过建立品牌 然后呢影响他们对你的认知 这才叫市场部 对吧 你做的那个是销售 而且你到了一家小学校 那是业务员 所有企业家对我的评价 首先我不接受 因为他不了解我的人 我的性格 我做事的方式 我觉得很成功 好 问一下要求薪资多少 三万五家 保底不能低于五十万 那咱们能不能签对赌协议 就是你要求的五十万的底薪 我签的协议是这样 何意思 要求五十万 比如说签三个月 你们不用给我钱 感觉到行 不不不 这不行 感觉到行 你听我说 你怎么不让人说话呢 我原来做销售的时候 你看你还是闭不了嘴 也在给别人弄压迫式的沟通 你这种压迫式的沟通 如果要是说要坐上销售总监的位置 你跟你的周围的人沟通 不能这样 就不让人有说话的机会 这是我的需要改正 你五十万 觉得能够给企业带来多大的价值 一千万以上 那你能不能签对赌协议 可以 没有到达一千万以上 你这五十万拿不到 没关系 没关系 可以先是吧 可以 好 其实我现在我的生意根本都忙不过来 我一年轻输三百万以上 您想在从事的话是哪些行业呢 说心里话 金山云的郭兰 为什么是他 因为他的老板是雷军 我是做通讯的 我觉得如果雷军给我一个平台 我一年可以销售六百万 一部手机以上 六百万 那你做个代理商不就可以了吗 不对 我比所有的代理商都要牛 今天 今天我还想说 今天今天没有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我已经受不了 我现在想选 我已经受不了了 您说 你把话说那么忙 动不动全中国 动不动我狠 四十七咱们说话呢 靠点 不动我 第一十七咱们 Book 没有出现 事 终于 没出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